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 继续再来展示一下我们一个魔笔游戏的小的手机游戏 它是叫做魔笔游戏豪华别墅 在我们这个别墅当中呢是有两个主人公 你可以让他每天完成一些小小的任务 然后去进行一些换装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些小活动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可以给他换上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一个衣服 然后还可以让他进行参加一个变装的舞会啊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的好玩 忘了说了这款游戏的话呢是可以 无论是安卓手机或者是苹果系统 都能够在各大的手机游戏市场免费下载到 那他的这款游戏直接输入他的一个魔笔或者是play mobile 你就能够找到我们这款小游戏啦 我们的小男生和小女生每天呢都会有自己这个小任务 你可以把它呢慢慢的去引导到他的一个小任务的工作区 如果他完成了他的任务的话呢 那么就会赢得一个小小的金币 哦好啊那我们可以再把看完了书再重新放回我们书架上 又可以得到金币啦 那么他现在是想要上楼进行个换衣服 因为他脑袋顶上呢是顶了一个小小的衣架 哦那么他现在是想要去游泳 非常棒非常舒适 那么我们的上午呢已经是过去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慢慢的往旁边 他现在想要去听音乐 我们可以让他到音乐房当中 然后我们的小女生呢是想要去上楼换衣服 难道不想去吗 我们可以继续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炫酷的跑车 我们的小女生想要去冲澡 在这边在这边我们可以让他过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男生想要干什么呢 哦他已经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一个金币咯 我们可以让他听一下非常棒的一个音乐 那小男生现在好像想要到厨房去吃一些东西 上面的小女生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得到了自己的金币 我们的小男生现在是要上来进行个换装 啊非常棒 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们的小女生现在也是想要下来进行个听歌 哦小男生现在又得到了一枚金币 那我们小女生呢现在是想要去跳舞 哇耶 现在是得到了自己的金币咯 哦感觉所有的东西都非常贵 虽然我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金币 那我们的小女生想要干嘛呢 她又想到了水池去 她要去水池边上洗碗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天呢就已经过完啦 好啦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呢 这边还有跑步机 我们可以在上面放上她的跑步机 感觉这边的好贵哦 好多设施都特别特别的贵 没办法 我们还要多进行一些金币的积攒 才能去买到她的一些工具啊 或者是给她重新进行一个颜色的设置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不忘了点赞订阅和留言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下期最新最初的视频啦 非常欢迎小朋友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